家属说军检是污蔑 而马总统在这次洪仲秋案中 除了道歉也表示管定了 而现在看到了军检贞结起诉 马总统强调他会持续监督 给家属跟大众一个公道 但是也希望大家能多给国军一点信心 拉起布条高喊口号 群众聚集在国民党部周围 抗议两岸服貌协议 不过里头的总统马英九 正在为军检贞结洪仲秋案 信心喊话 马总统表示身为三军统帅 在他领导之下发生这样侵害人权的事 实在感到相当痛心 但总统也强调 国军保驾卫国的责任依然存在 现阶段除了要从政策制度两面下手 更要维持军兴士气 我借这个机会谢谢大家给我的批评跟指教 我们会继续在这条路勇敢的走下去 国军能够记取教训 但是也要维护我们军心士气的稳定 因为保家卫国的责任是要继续来贯彻 洪仲秋案对国军的士气已经造成冲击 但随着贞结起诉 整起事件是否就会暂时告一段落 恐怕还得看社会大众接不接受 有间TV蓝佣生王寒秋 台北报道